对于喜欢看综艺节目的观众来说 浪姐和P哥两档综艺节目绝对是不容错过的 自从浪姐这档综艺节目开启了成林艺人同胎敬演这个模式之后 真的是火得一塌糊涂 做完姐姐们的综艺 立马就做哥哥们的综艺 当P哥做成功之后 芒果在这条路上真的是一发不可收拾了 每年的浪姐结束之后 P哥马上就会跟着播出 不过几季节目下来 相信大家也发现了 那就是比起浪姐来说 芒果是更加注重P哥的 当然我觉得这和哥哥们的综合实力也是有关系的 不说别的 咱们就说每年的初舞台 比起浪姐来说 P哥真的是精彩多了 现在浪姐已经四季结束了 而P哥则是第三季刚刚开播 每年的P哥只要一经播出 就会火爆全网 因为每一季都会有让观众非常共情的回忆杀 实话实说 这一季也不例外 在首期节目结束之后 很多哥哥的表现是值得一提的 接下来咱们简单聊一下哥哥们的处境 P哥三首播 七人扛起回忆杀 两人出人意料 两人尴尬 一人被骂 第一 林志颖 对于很多观众来说 能够在这一季的节目中看到林志颖是非常开心的 话说林志颖在很多领域的发展 都是行业的天花板 作为歌手 她有很多的成名曲 比如17岁的雨季 快乐至上 稻草人 我不后悔等等 作为演员 她有太多的经典角色 比如绝代双交的小云 天龙八部的段宇 放羊的星星的仲天旗等等 说白了 只要提到林志颖 很多80后90后的DNA一下子就动了 因为这是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青春记忆 这次林志颖演唱了一首17岁的雨季 话说林志颖已经快要50岁的人了 没想到声音居然还能这么干净 简直就和青少年的时候没有任何区别 只要说到林志颖 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到她在去年发生的车祸 实话实说 林志颖恢复之后的脸是有点僵的 但是能恢复成这样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在以前的时候 大家经常会拿林志颖来调侃郭德纲 同样的年龄 样貌却完全是两个时代 现在的林志颖在手术之后真的是颜值下滑了不少 但比起郭德纲还是绝美的存在 林志颖扛起了回忆杀 这个结果是没有任何悬念的 第二 张栋梁 在上一季的时候 张栋梁就喊话要参加批歌 可惜节目组却并没有请他 不过 芒果是最懂回忆杀的 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能勾起大家青春回忆的明星 在这两年的时间里 张栋梁先后上了芒果的时光音乐会 生生不息宝岛记 我想和你唱等等综艺 实话实说 芒果对张栋梁真的是极好的 给他安排了这么多的好资源 在这次的第三季批歌中 张栋梁终于如愿以偿 张栋梁在出舞台唱了一首北极星的眼泪 我真的想问一下 这是谁的青春回来了呢 第三 徐良 徐良真的是属于那种歌红人不红的系列 话说徐良的歌曲《坏女孩》 后会无期 范贱 客观不可以等等 真的有人没听过吗 话说那些年的大街小巷 到处都是徐良的歌曲 不过 很多人每天都在听这些歌 而且也知道这些歌是徐良的 但就是不知道徐良长啥样 这次终于见到真人了 当徐良再次唱起那首《坏女孩》的时候 我真的想说 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 第四 李九哲 大家看到李九哲的外形之后 肯定谁都不会把他和偶像剧和小田歌联想到一起 在这次的出舞台中 李九哲唱起了他的代表作《夏天》 实话实说 李九哲和这首歌真的是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感 谁都不敢相信李九哲这样一个硬汉能唱出这样的歌曲来 真的是绝了 尤其要说的是李九哲的假音 真的是太好听了 依然是扛起了这首歌的灵魂 第五 许少阳 只要提到许少阳 大家一下子就会想到那首代表作《花香》 记忆是阵阵花香 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 话说谁能忘了这个歌词呢 当许少阳再次唱响这首歌的时候 相信所有人都想起了当年追过的薰衣草吧 梁以薰和季晴川的浪漫爱情故事 可以说是在脑子里又过了一遍吧 第六 郑家影 当郑家影带着《三寸天堂》来到出舞台之后 有谁梦回步步惊心了呢 毫不夸张地说 我是一下子就想到八爷了 满满的全是回忆 不过 据说许少阳和郑家影 在一宫结束后就淘汰了 这真的是让人有些意难挺的 话说两位哥哥还是让观众很有回忆的 一文油的结果确实是让人有点无法接受的 第七 唐宇哲 唐宇哲这次演唱了一首《孤单心事》 话说这是谁的白月光啊 听到这首歌之后 很多人真的是一下子就想到了 当年终极一班中的雷克斯 满满的全是记忆 在整个出舞台看完之后 这七位哥哥是扛起了回忆沙的 话说前两季的皮革芒果都把回忆沙做到了极致 原本以为这次不会有什么青春记忆了 真心没想到依然让很多80后90后想起了很多青春的故事 第八 王耀庆 王耀庆的表现真的是出人意料的 大家都知道王耀庆在剧中是霸道总裁 在现实生活中是快乐的搞笑男 原本以为王耀庆来到P哥这档节目之后会变得格格不入 没想到他却表现得非常让人喜欢 在出舞台中 王耀庆在线模型舞蹈真的是又搞笑又合理 实话实说 这个舞蹈让其他哥哥跳都会非常油腻 只有王耀庆能完美驾驭真的是绝了 在真人秀部分 王耀庆真的是一点都没有让观众失望 我以为王耀庆会比较慢热 只有和哥哥们熟悉了之后才会爆发搞笑细胞 万万没想到在一开始就能贡献这么多笑点 真的是太出人意料了 当然更出人意料的是王耀庆的个人喜爱度 居然排名第三 仅次于林志颖和胡彦斌 不得不说王耀庆这次真的是 要用自己的搞笑天赋收割全场了 第九 苏建信 苏建信这次的表现是出人意料的 首先是出舞台的对你爱不完 话说对你爱不完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可以说是没有人不会唱的 这样的经典曲目一般人是不敢触碰的 但没想到苏建信不仅敢去挑战 而且还做出了这样一个震撼和颠覆的效果 真的是太出人意料了 其次是苏建信在一共选择了舞蹈强度最大的飘移 只要是看过第二季的观众都知道 苏建信的四肢是不协调的 即便是这样 他都要去走出舒适区挑战自己 真的是太出人意料了 看到这样敢去挑战自己的苏建信 我想说不管性歌跳成什么样我都支持 第十 胡彦斌 胡彦斌在出舞台唱了自己的代表作男人KT Lee 而且他的个人喜爱度排名也非常高 仅次于林志颖排名第二 不过胡彦斌的处境是比较尴尬的 因为他并没有引起观众的回忆沙 这个排名也没有多么出人意料 或许是因为胡彦斌这两年 在天赐的声音中露脸太多了吧 对于观众来说 胡彦斌这种每天能见到的歌手 确实是没有那些多年不见的歌手更有回忆沙 第十一 胡彦 胡彦斌这次也唱了他自己的代表作《归去来》 这首歌是《神雕侠侣》的主题曲 按理来说是可以有很多回忆的 但结果好像并没有太大的反响 实话实说 胡彦确实是这首歌的原唱 但是他的唱功确实没有太强 显然唱这首歌是有些吃力的 胡彦的颜值在所有歌歌中真的是数一数二的 但是这次应该满是回忆沙的歌曲 却并没有太大水花 多少还是有些尴尬的 第十二 蔡国庆 当大家提到蔡国庆的时候 脑子里立马就能想到365个祝福 蔡国庆这次没有在出舞台唱自己这首耳熟能详的代表作 反倒是唱了周杰伦的Mojito 蔡国庆不愿意炒冷饭 这个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不过 在一公组队的时候 蔡国庆的一个操作却让她被骂了 本来0713快乐男团已经决定了一公要在一起组队了 可以说这件事所有人都看出来了 万万没想到蔡国庆在组队的时候却直接加入到了0713战队 看到蔡国庆这样的操作之后 全场所有的哥哥都沸腾了 这个操作真的是太炸了 面对蔡国庆的选择 陈楚生 张远 于浩铭三位哥哥都懵了 当然 更猛的是王月新 因为她根本就没有考虑过第二选择 对于蔡国庆的操作 节目效果确实是有了 但是却被网友吐槽没有眼力见 观众是不太喜欢抱团的 但0713的四位哥哥都已经决定了一公抱团 二公拆组 不得不说 蔡国庆这次真的是一下子破碎了多少观众的梦啊